哈喽,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童玩具 那么今天呢,小童姐姐要给你们带来一个精彩的小故事哦 炎热的暑假到了,光偷墙也不用去上班了 于是她买了好多好多好吃的 每天大吃大喝的,然后就在床上躺着 也不出去运动 一个月之后,光偷墙变成了一个小胖子 快看呀,她那个大肚子都已经出来了 胖到连脖子都没了 这一天呢,乐迪找光偷墙玩乐 啊,强哥,你怎么回事 一个月不见,你怎么变胖了 哎,嘿嘿,不好意思 我每天吃很多,也不运动 我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出门了 天哪,光偷墙,你不可以这样 每天暴饮暴食不运动,会引发很多疾病吧 哎,那怎么办呢 现在知道的是不是太晚了 我已经走不动了 没关系,我找朋友帮你减减肥吧 乐迪给杰德奥特曼打电话 不一会儿,杰德奥特曼就来了 你好,杰德 我们用什么办法能帮助光头墙减肥呢 光头墙减肥需要健康的饮食习惯 加上多运动才可以啊 那如何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呢 光头墙,你每天三餐要按时吃饭 蔬菜,水果,还有肉类都要吃一点 每天呢,也要多喝水 最重要的是,零食饮料一定要都戒掉 不能再吃了 哎,好的 杰德奥特曼,我听你的 来吧,我们一起去跑步吧 于是,光头墙和乐迪 还有杰德奥特曼一起来森林里面运动啦 通过合理的饮食、运动、锻炼 光头墙很快就瘦下来了 不光瘦下来了 就连强哥的身体也健康了很多呢 好啦,小朋友们 小童姐姐的故事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 你们从中学习到了什么呢 你们在暑假的时候有没有加强锻炼、合理饮食呢 有的话,一定要留言告诉小童姐姐 咱们下一期再一起来玩 拜拜